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昨天并不放假 他们放的是星期一 所以我们昨天也没有干什么 就是在家里吃 前天去韩国超市买的熟食 买了一大堆有了没的 今天的话就是做饭做饭做饭 不过我跟我弟有录一个关于东南亚的视频 之后会上 还挺有意思的 明天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安排 因为星期四已经去过韩国超市买东西了 虽然我们那天是下班就是六点多去了 东西并不是很多 熟食那个档基本上就卖光了 不过我们还是有补充到一些蔬菜 然后上个礼拜出去买的东西还够 我们这个周末可能就不会出去了 最多会去买一个面包 因为家里面包吃完了 哈喽现在星期四下午 这个礼拜是长周末 然后我们星期四下班 现在就来买菜 我们今天来韩国超市 就是Gallery 看到了吗 好多人在门口排队 然后我们现在要赶紧去了 跟上节奏去排队 我们可以进去了 有没有车啊里面 拿两台吧 一个生一个手 又大又新鲜 这个好爽啊 不用自己剥啊 什么刷头啊 什么 这种 什么样的 一边呢 哇 辣椒 辣椒到 你过了吧 okok 100% 什么可理呢 重新过了 麻油热椒鸡 好专业 哇 这里全关了 原来 原来这边全是做的吃饭 自选小菜也没有了 而且不是那个好吃的那个味道 mini kimbabi是什么? mini kimbabi也可以啦 只是小的嘛 但是这个是紫色的味 这个是tunna 不好吃 tunna不好吃吗? 麻的 我要这个 卖得太干净了 哪里? 这女? 这是什么炸鸡 可以 腿仔 要 要这种还是要这种 感觉这个抵一点 你看买光了 看一下我们的购物车 这一框 感觉好像今晚要吃完一样 这一框明天要吃完 嗨 Can I have one wrap in? Thank you 原来中午还来买 怕丰收 nice 好整齐啊 韩国超市比较贵 我们这样子就买了150只 好 现在排队的人比刚刚还多 take a look 插手插手 go go 哇 跟病毒说再见 那些可以先吃掉鱼烧 哇 好多油啊 超油 等一下哈 嗯 这是包的是什么 spicy fresh cake 我现在知道了 现在还有什么available 那个东西就是不好吃 我们现在吃完了 然后准备回家接着吃炸鸡 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周四 我们每个周四都要吃炸鸡 这是什么定律 哇 你看这天气好到 回家消完毒了 衣服换好了 不健康的晚上 another one another one 唯一冲的场面呢就是这个青菜 每吃一口都觉得没有那么guilty 今天我们早上打算来吃鸡蛋煎饼 这边我已经把面粉放到这里还有葱 已经搅在这个面糊里面了 我刚那个面糊里面应该要放盐了 忘记了 那我现在来放 然后这个颜色差不多变黄了 就是面熟了就可以给它翻过来一点 然后在这一面上面就可以打鸡蛋跟泡菜 有鸡蛋的那一面很快就会熟 所以那里面就少煎一点 越搞越丑 滴一下翻的时候还很美丽 出锅 我们今天中午打算下午了 现在快三点了我们今天下午打算来做韩国烤肉还有韩国炒粉 which is 我们已经在超市买好了 然后就热一下 然后就热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做烤肉 就直接做好了就端上去吃的那一款 我这边稍微写一颗青椒 我这边稍微写一颗青椒 要不要去紫啊 去紫流母 好 今天下午的饭好了 五花肉 然后这边是买了炒粉 这边插的菜 然后再配上Kimchi和烤肉酱 我们刚吃完饭了 我现在想来把打泡猪先炒一下 这样子晚上就不用做饭了 打泡猪的食材就是猪肉碎 番茄 罗勒叶 鱼露 辣椒 对 就这些 好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我们现在直接来炒生肉 废话不然炒食肉 我现在加了蒜和辣椒吧 然后我们现在加番茄 加酱油 现在加蚝油 我们现在加这个鱼露 泰式料理的灵魂 加杯手 感觉差不多了 可以出锅了 软啪啪一坨 哈喽 我现在想要来做一个抹茶拿铁 其实抹茶拿铁里面没有咖啡 就是抹茶再加上奶奶奶泡 就是没有啊 对 抹茶奶 就是抹茶拿铁 OK 我们现在开始吧 辣瓜的茶香到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做出来会有分层 我被那个粉呛到了 成功 我们在开椰子吃 好专业 好专业啊 你好像那些 YouTube上面那些东南亚人 我们开了一个椰子 把它搞成一个猪鼻的形状 然后现在可以一起吸 你看 嗯 哇草好喝 你好厉害啊 哈哈哈哈 非常夸张 嗯 是不是 而且冰再等一下好像很多 好贵哦 三块多 就这样开吗 不是 那那怎么开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instagram上面那种 泰国专业开的 开完出来是整一颗球 这么厉害 哇 哇 哇 这个皮好硬的 吃到那个黑的部分就很 把那个扣出来的好 原来我在泰国吃的时候 他就是会把那个椰肉刨出来 然后混着那个冰淇淋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加拿大疫情的情况 现在应该是昨天的数据 呃昨天的数据的话 加拿大是两万两千五百八十人确诊 呃六千六百四十八个是安省的 安省现在是加拿大第二严重的省份 第一个是魁北克 前天的时候我们的prime minister 就总理他说 呃一年之内我们都不会回复正常的生活 就像以前一样 所以 我们也不知道在家还要待多久 不过每天还是过得挺丰富多彩 挺开心的 那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周末 即使我们不能出门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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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